就是说我说贾宝玉的这种价值观 毛主席喜欢《红楼梦》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他在延安的窑洞里边 跟萧军的谈话 就是讲他喜欢贾宝玉 因为他是革命派 对 他反吗 他对整个世俗礼教 这种主流的这种标准和秩序 价值观 是不是还是因为这些人 他有本事当官或者有条件 这个前提他才可以拒绝 才会有这么一些人 所以文涛老师那个观念 就是他有选择权 才会有这样的人 但大部分的人 没有选择 就是说他能够不去 这个能够不去 一是你要有这份胸怀 你也有志气 第二你也有这个胆量 被报复怎么办 就算你自己想不去 你家人都在那里跟你说 你别搞错 我们都要靠着你 第三你还得有这个生存能力 如果不当官怎么拽一拳 对不对 这两个字是把我们文化里面的核心讲出来 一个就是是 知识分子这个是 另外就是这个是加一个单人边 也是是 也是是第四省 是 做官 学而优则是的那个 从这个是变成这个单人边的这个是 或者要不要变 或者怎么变 对 整个文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所以你们这个地方就是个归隐林泉的地方 但是跟我我们一般想象的影视的地方可能是高山啊 很深的灵啊 对 或者是 与世隔绝感 与世隔绝感 不是 江南的这些隐居的地方啊 对 非常市民化 对 非常老百姓的烟火器 是的 你在这里隐居跑出来吃饭也比较方便 他可以生活条件很好 对 这个地方他是不是拒绝一般的日常生活 那个大观 我不要公民 但是我在这里我画画 但是江南的整个这个影视 跟我们想象的深山大川的那种影像 其实他是生活艺术家 对 他要过另一种生活 所以他要选择这个江南这种玉米之乡 而且富春山这样温润的地方 就像蒋老师刚才说的 我说这个什么大隐隐于是 他说不是 他大隐隐于潮 中隐隐于是 小隐才隐于眼 尤其江南文人 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他中隐 中隐隐于是 是 对 我们的就是黄公王隐居的再过来 靠富阳城 其实今天是富阳城的靠山 叫小隐山 小隐山 怪不得 小隐 所以我们不要去想隐的事情 阿诚早说过了 他说要隐 他说你没有试过 你隐什么呀 黄公王住下来以后 他以前的一个一起学画的一个画友 也是在观察上的 不得意 很伤心 黄公王画了一张画 给他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话 就是说 不是你住官没有住好 我建议你到富阳来 富城山水是最好的隐住的地方 哦 富城山水 中家凳 这是黄公王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句诗 行 咱顿吧 顿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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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很高兴 很高兴 徐老师 真的是久仰久仰 非常好 意思 伟杰 哎呦 屏幕上看你那么美 到下面看更加美 哎呀 就是做法 真的是 徐老师 你说出了这个江南隐异生活的本质 那才是温柔富贵乡啊 桃花园不是什么逃难的地方 桃花园是更好的生活 我研究这个江南隐异这个群体 蒋老师说的这个杨维珍 杨维珍跟黄公王特别好 但是因为在元朝嘛 坐了两年官肯定是在那也被人排挤 不得已才回来了 可是回来了他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就是 他有四个小妾 这哥们每次到哪儿 就这四个小妾抬着他 小妾还要抬得动 没错 好难 然后就是唱曲儿 歌舞生平 作诗 赏识 写诗 看话 所以他们定期的雅集 就跟蓝天集序一样 但是呢 一般都是说他们用这个来什么解脱内心的痛苦 我说这痛苦什么呀 对统治者的排斥啊 对对对 坚持自己的节操啊 我很难理解 就是说因为想报国 无闻 对啊 就不受重用 怀才不遇 你怀才不遇 你过那日子 比你遇了还好呢 中国古代这书生 他大概从小受儒家教育 就是你给他荣华 你让他过腐朽 他也不高兴 他可能也痛苦 觉得没 报国没机会 我说你 你要是过这样的生活 这家伙子 报什么国啊 小点 你知道这个 韩西仔夜宴图 你看他在那干什么呢 就是掩饰 为了向皇帝表示 我没有什么篡位 我不想造反 于是呢 就让皇帝看到他在搞娱乐 是吧 有歌舞团 有朋友 夜夜升歌 你说你像基督教那些 他确实到沙漠里去做那个苦修饰 那个东西咱们还能理解 对吧 你这东西 我真觉得他是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对啊 施酒就是人生嘛 就是审美的生活嘛 只是因为没钱 没有条件过这样的生活 咱们才出去奋斗嘛 不是这样吗 就是江南文人在这一点上 我第一怀疑他们 第二我就他们是一种我不理解的人 就所谓寄情于山水之间 那你说如果有条件过这种生活 每天就这么呀 游游浮春江画画 做诗 写字 对吧 就是唱昆曲 他这个喜欢应该就是 比如说自己想要的东西 精神上的东西 没有办法满足 他只能用这些事情来消耗 或者掩饰真正内心 所谓内心的悲伤 或者遗憾 应该是这样的 对一般史书上都这么写 就掩饰 也不一定了 我说我两种可能 因为我很难理解 就是说你玩的还挺痛快的 你掩饰内心的痛苦 那也许四个小妾 对她不是生活的目标 对不对 她的目标是要治理 半壁江山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对人家来讲 这个不在话下 康有为 唯心失败 一张照片五个老婆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还是穷人的想象 对于贵族来说 解决这些欲望 都不是什么问题 包括说魏晋明氏 这些王羲之什么的 对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他贵族 就像咱说地主 你看地主他为什么他报过 他是基本的这种需求 我们现在的可怜是 你基本的欲望都成问题 那个时候呢 读了书去考科举 自己自命为士的这样的人 他就觉得他跟明呢 是两回事了 就是两种人了 基本上 对 他终生呢 你看他要么就是 四书五经读到 考上状元 怎么做大官 就是跟一般的耕种谋食 这些 这不相干 他们都有基本的东西 他们家里 家里有田 对 多数几百毛田 其实就是生活水平 就有点像俄罗斯的 他是农奴组 他家里都有几百个农奴 可以给他卖的 这个时候就前提是 有钱人玩的东西 收藏啊 艺术品啊 传统上是这样 是这样子 如果你在你的眼界 你的见识 你的层次 你的审美 因为你的家庭环境造就你这些东西 他本身就说实话 他是 这个东西不是后天一定能弥补上来的 你的审美都到不了 他一定是不一样 他是有局限的 但不代表草根和平民出身的人 做不了艺术家 是可以的 现在有 也有樊高了 那种就也挡不住的 真有一个这样的现彩